大家好,欢迎来到密室客栈 最近乌克兰正在被俄罗斯的军队入侵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因此晚节不保 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在世希特勒 有些人说普京发起战争 是为了防止北约东扩 实属被逼无奈 甚至还有人觉得普京也是受害者 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典型的预设立场 客观来说北约确实不是什么人处无害的白莲花 但不论怎样都无法掩盖 普京对一个主权国家发起战争的事实 没错,北约确实在吸收前苏联的那些小家盟国 但普京却不去思考这些国家为啥都要跟着欧盟混 而不是跟着俄罗斯这个从前的老大哥 这都是因为俄罗斯整天又穷又横 跟着他们混既没有自由又没有面包 你既然没有实力养活这些小弟 那你就不能阻挡人家追求更好的前程 从道义上来说 大家都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主权国家 彼此之间互相平等 凭什么你俄罗斯就非要当大哥 话又说回来 当大哥也不是不行 那你最起码得保证小弟们有口饭吃 但是俄罗斯这个大哥不仅不给小弟饭吃 反而一步顺心就对小弟们拳脚相加 比如格鲁吉亚当年就因为不愿意再跟俄罗斯混 从而被俄罗斯出兵暴打 最后格鲁吉亚总统被迫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打格鲁吉亚是在08年 那一年正好也是北京举办奥运会 后来14年的时候 俄罗斯自己办奥运会 结果他们又强占了克里米亚 这次二年的北京冬奥会刚办完 俄罗斯又迫不及待地入侵了乌克兰 可见他们并不理解 什么是奥运会所提倡的包容以及和平 普京口口声声说这次对乌克兰发起战争 是为了俄罗斯的安全 乌克兰是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区 但俄罗斯有世界上最大的领土 还有几千枚核弹头 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土地划出来当缓冲区呢 而且和俄罗斯领土接壤的国家多达16个 凭什么和他接壤的国家就全都要当他的缓冲区 所以说普京的逻辑完全是流氓逻辑 这个逻辑翻译过来就是 我强大所以我就是这么狂 你弱小你就该死 很多不了解普京的人会以为 普京是一个充满能量的硬汉 但实际上普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偏执狂家流氓 硬汉和流氓的区别就在于 硬汉属于不畏强敌 而流氓则喜欢灵强欺弱 普京的流氓性格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开始显现 他在童年时期是街上有名的小混混 据他的儿时朋友回忆 普京小时候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人侮辱他 一旦有人惹恼了他 他就会扑到对方身上又砖又咬 他会使用一切手段攻击对方 普京自己也对童年时期的打架经历颇为得意 他还有一套自己的打架哲学 比如他在打架之前会先观察对方的身材 因为一旦挑错打架的对象 就会让自己吃苦头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挑软十字捏 而他从小学习柔道 就是为了在打架的时候能占上风 普京认为一旦开始打架 就必须得放手一搏 不能有任何退缩和顾虑 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 通俗点说就是一出手就凹硬 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些都来自普京的亲口描述 可以说他从小就不相信什么道义 他信奉的只有聪明法则和弱肉强食 这也是他流氓个性的起源 而他后来在克格勃的经历 又让他成了一个偏执狂 普京从小就梦想加入克格勃 为此他在学习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直到大学毕业后 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克格勃 成了一名特工 克格勃这个特务组织 和我们电影里看到的007有所不同 克格勃的前身是全额素反委员会 简称契卡 在苏联时期 契卡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组织 和它类似的就是明朝的东朝 克格勃代表着神秘 阴险和狡诈 他们办事十分粗暴且不计任何后果 什么颠倒黑白 刑讯逼供 下毒暗杀 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克格勃的人根本不相信什么法律 因为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 只要克格勃认为这个人该死 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得死 这也是为啥得罪普京的人 普遍都没什么好下场 最有趣的是 克格勃的领导人也很少有人能善终 普京在80年代 被克格勃派遣到东德工作 当时正值冷战末期 普京的头号敌人就是北越 冷战的环境对普京影响极深 所以他到现在都没有走出冷战思维 这也是普京为啥总觉得俄罗斯不安全 即便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核弹头 普京在东德工作的时候 他的同事认为他是一个深度阴谋论患者 他最初的工作不是密探而是反间谍 也就是找出隐藏在内部的敌人 久而久之他就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偏执狂 在苏联解体后 普京回到了俄罗斯 他的大学老师带领他进入了政治圈 后来他被叶利钦看中 并被叶利钦清点为总统接班人 一个超级流氓从此就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普京能够赢得叶利钦的信任 靠的就是克格勃交给他的伪装技巧 用一句中国古话来形容就是扮猪吃老虎 当时的普京看上去人住武汉 这让叶利钦误认为 普京对他不会有二心 然而当叶利钦把总统位子交给普京以后 普京立马就开始了大变脸 2000年时 也就是普京当上总统的几个月之后 美国总统克林顿前来访问俄罗斯 普京见到克林顿之后 就急忙地问克林顿 能不能让俄罗斯也加入北约 结果克林顿却很冷淡地表示 要回去以后再研究研究 克林顿的态度让普京觉得非常没面子 这就像是阿Q说的 凭啥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再加上他本身的偏执行人格 结果就造成了他对北约的刻骨仇恨 后来普京一听说别的国家加入了北约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其实克林顿当时确实有点瞧不起普京 他在见完普京之后 又去会见了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 当时克林顿就对叶利钦说 普京的心理压根没有民主思想 克林顿还形容普京是一条冷酷的鱼 事实证明克林顿的判断没错 普京上任后很快就把叶利钦留下的势力 清洗得一干二净 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七大寡头 当时有的寡头公开反对普京 但他们很快就死了死逃的逃 能留下性命的就已经是侥幸 叶利钦去世前曾对他的密友说 他选普京为继承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但是以至此已然玩意 有的人说俄罗斯的寡头并不无辜 因为他们都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 靠着垄断国家资源发财 但问题是普京清除了老寡头之后 又扶持了一批新寡头 这属于典型的换汤不换药 据一些普京周围的内部人士爆料 普京的资产至少在2000亿美元以上 他在欧洲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豪华游艇和宫店 普京最著名的一句话 就是给我20年 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 但实际上普京执政这么多年 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提升 俄罗斯并没有变成一个有活力的现代经济体 反而是沦落到和沙特一样 依靠卖能源度日 虽然普京并没有让俄罗斯再次强大 但奇怪的是普京的支持率却一直在上升 普京到底是如何俘获明星的呢 这就要归功于他可以制造出的硬汉形象 普京非常注重自己在电视中的形象 据他身边的官员透露 普京每天要把自己在电视上的片段 反复看个七八遍 而他的那些公开照片 也都经过了他的设计和挑选 带有很明显的作秀痕迹 普京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 甚至还会去拉皮整容 他今年已年近70 但他的照片看上去要比20年前都年轻 可以说普京是一个相当自恋的人 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形象受到一丁点损害 比如俄罗斯最大的传媒集团 NTV的老板古辛斯基 曾经做了一部动画片嘲讽了普京 结果普京上台后就命令手下把古辛斯基抓了起来 然后普京强迫古辛斯基 把所有的公司股份都冲了工 从此以后俄罗斯的媒体界就再也没人敢黑普京 普京除了会在表面上下功夫 他还会经常在镜头前放狠话 来保持自己的硬汉形象 普京当初刚当上总理时 车臣的恐怖袭击 正搞得俄罗斯人心惶惶 此时名不见经传的普京 就在电视上说了一句著名的狠话 他说我们将到处追击恐怖分子 在机场抓到 就在机场枪毙 在厕所抓到就把他淹死在马桶里 这句话说完以后普京一炮而红 自自以后普京就把放狠话当成了法宝 基本上只要一上电视 他就要说点狠话 比如什么没有了俄罗斯还要这世界有什么用 再比如什么一千次一万次的抗议 也不及战略轰炸激动一次翅膀 诸如此类的名言 几乎贯穿着他整个执政生涯 这些暴论从别的国家领导人口中说出来 会让人很莫名其妙 但从普京嘴里说出来 就成了治理名言 这是因为俄罗斯人崇尚流氓文化 他们最喜欢具有流氓气质的领导人 比如最受俄罗斯人崇拜的沙皇伊凡四世 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暴君 再比如光头党这样的流氓组织 也曾在俄罗斯宏集一时 所以说普京越是到处耍流氓 俄罗斯人对他就越支持 个别精英阶层反对普京 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因为大部分底层人民都支持普京 尤其是纳满大街的罪鬼 他们才是普京的基本盘 有的人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 人家要的就是这种风格 实际上战斗民族这个词 属于中国人的谣言 现实中俄罗斯根本不是什么战斗民族 历史上俄罗斯人打的仗多数都很臭 比如日俄战争时 他们被日本人胖揍 苏根战争时被芬兰人暴打 一战时期被德国人碾压 二战虽然赢了 但损失最为惨重 再到后来的阿富汗 车臣以及如今的乌克兰 都把俄罗斯打得痛不欲生 与其说俄罗斯喜欢战斗 倒不如说他们是喜欢耍流氓 流氓的本质就是势强凌弱 在打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些小弟的时候 俄罗斯一直都是重拳出击 但面对土耳其和美国的挑衅 俄罗斯反而表现得唯唯诺诺 美国会煽动俄罗斯的小弟叛变 这的确不可否认 但普京若是真的硬汉 就应该去打北约找回厂子 而不是欺负这群曾经的小弟 普京的做法只会让这些小国家 更加倒向西方 有的人指责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 实际上干涉别国内政的是 普京做的一点都不比西方国家少 而且普京的做法粗暴到令人炸舌 比如2004年是乌克兰正在进行总统大选 当时亲西方的候选人是尤仙科 而亲俄的候选人是亚努科维奇 在经过了几轮投票之后 尤仙科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亚努科维奇 本来按照这个势头 尤仙科很快就能当上乌克兰总统 然而就在这时 原本身体健康的尤仙科突然一病不起 随后医生在他的体内检验出 大量的化学毒素二因 好在尤仙科的命比较硬 他最后还是恢复了健康 并顺利当上了总统 尤仙科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他知道给他下毒的人就是普京手下的俄罗斯特工 实际上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这件事完全符合普京的一贯作风 为了不让乌克兰倒向西方 普京不惜用一切流亡手段来干涉乌克兰内政 你很难想象 这些事会发生在21世纪的文明国家当中 普京不但干涉乌克兰内政 他还干涉过美国大选 普京最讨厌的政党就是美国民主党 所以他让俄罗斯黑客在社交媒体上放民主党的黑料 可以说普京打心底不尊重任何游戏规则 文明这个词跟他完全不搭 他会用粗暴的手段解决一切问题 比如2006年时 普京的反对者利特维年科在英国被俄罗斯特工毒杀 以及2018年俄罗斯前特工谢尔盖斯克里帕尔 和他的女儿在英国被俄罗斯特工当街下毒 俄罗斯和西方世界格格不入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不够文明 总而言之普京就是一个 永远走不出冷战思维的国际大流氓 他所说的让俄罗斯再次伟大 其实就是恢复沙皇的统治力和前苏联的地盘 只要普京的目标没变 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迟早都会发生 这个地球文明会不会毁于一旦 这都在普京的一念之中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下次见